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很多茶友说我之前一直都是讲生谱 手谱也才拍过两期视频 很多喜欢手谱的茶友 想多交流一下手谱 这段时间气温骤降,天气寒冷 也有越来越多的茶友喝手谱 当然,大家也要注意保暖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一聊 熟茶的发酵程度及其后期转化 熟茶发酵的成熟度究竟到哪一步才是合适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如果是为了新茶比较受欢迎 销售周期短 那就发的成熟度高一些 比如80%到85% 这样的茶不用盛放太久 就可以上市销售 也比较符合一些买回去 就喝的茶友的胃口 如果你是为了将它的后期转化 留出足够的空间 那就发轻一些 成熟度在70%到75%之间 当然也有比这更轻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半生不熟 成熟度在5-60% 但这种茶的销售周期会比较长 成本会上升 一般是存放3-5年以后才会更好 因为它在新出厂时 口感、汤色都不太理想 卖相不好 也影响销售 发酵度高的跟发酵度轻的 后期转化会有不同的口感表现 我今天拿了一个发酵程度 稍微轻一点的2003年的银豪手柄 和一个发酵程度稍微熟一点的 2000年中茶黄印手柄 来做一个对比 从板面上来看 这个2003年的银豪 比这个2000年的中茶 牙头更多 调索更均匀 右边的这个是2000年中茶 左边这个是2003年的银豪 这种老熟茶 我们洗茶的时候多洗两遍 从香气来看 这个发酵程度更轻一点的 2003年的银豪 它的香气更浓郁 挂杯香也更明显 已经是带有一点木质香 而这个2000年的中茶黄印 香气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是它这个夜底是带有一点点的药香 从汤色上看 这两个熟茶的汤色都是很通透 干净 右边这个2003年的银豪 会比这个2000年的中茶黄印 汤色更浓郁 中茶这一个汤色更红浓 偏深 对于老茶 我们先说说它的仓储 这两款茶的仓储都是比较干净的 没有杂味 没有梅味 甚至是连仓味也没有 从口感上来说 这两款茶毕竟都是比较长的年份 所以茶汤入口都是非常的顺滑 醇厚 这个2000年中茶黄印 入口甜度比较高 汤感比较滑绵柔 而这个2003年的银豪 它发酵是会比这个中茶的稍微轻一点 所以它的茶汤入口滋味比较丰富 入口的茶汤也有甜度 但是更明显的是有回甘 很多人为什么想做轻发酵的熟茶 其实就是想体会到熟谱的顺滑醇厚 同时又想兼具生茶的刺激性和层次感 好的轻发酵熟茶提升了夜里的活性 回甘又增加 同时又延长了普沃熟茶的生命周期 后期转化也会保留一些更具个性化的香气和滋味 但是大多都掌握不好 缺点也是非常的明显 像苦涩味也明显 略带杂味 而且沉味不正 就造成了这种似不像的半生不熟的茶出现 这个03银豪的茶器还是挺足的 而且越喝到后面 它的回甜越明显 有些人说 熟谱没有成化价值 虽然熟谱的生命周期没有生谱的那么长 但是我觉得成化价值 应该体现在平饮价值上面 一款茶只有越放越好喝 才能体现它的成化价值 而茶要越放越好喝 官夫其原料工艺 储存等因素 这是缺一不可的 如果单就发酵程度来讲 发酵程度轻的熟谱 会比发酵程度熟的熟谱 后期转化更有力 其实人工发酵就是加快了成化速度 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发酵 如果发酵成熟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就叫重度发酵 那个茶的平饮价值就不大了 它的夜顶会很黑 碳化 而如果这种正常发酵 发酵完以后这个茶就很好喝 那为什么不珍惜当下呢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存茶 而且存茶也是有很多的可变因素 这两款熟茶的耐泡度还是非常高的 进入秋冬季节 比较寒凉 如果是肠胃不太好的茶友 早晚喝一泡熟苦 还是非常舒服的 从夜底上看 这个03银毫因为发酵偏轻一点 所以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浅 而这个2000年中茶 颜色更深 但是这个2000年中茶 它也没有过度发酵 所以它的夜底也没有碳化 对于这个熟茶的发酵成熟度 以及其后期转化 可能很多茶友也有不同的观点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一起互相学习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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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